中国某科研院所提出的可变形伟一气动布局隐身战斗机概念在外界引发热议 相当一部分人将其视为解放军在六代机项目上做出的技术前瞻 结合中美两国都在积极探索六代机发展路线的战略背景 这一猜测倒也未必有错 而且整体来说 最新的这个方案要比另一位 另一个著名的文创作品 白地战斗机在项目工程层面更具可行性 另一方面美国在25财年上将更多预算投入到NGAD项目中 大有在六代机领域继续引领世界的意思在 另一方面其他国家也不甘示弱 纷纷推出自己的六代机项目概念 就比如说中国 近几年里国内各科研院所公开发布的相关论文数不胜数 提出的设计概念一点不仅不比美国少 部分设计更是相当激进 例如在疫苗变体尾翼的气动隐身特性研究论文中 科研人员就提出了一种小展显比变体飞翼布局飞机概念 能够让机体既具备飞翼战机的优异隐身性能 也能让其以两马赫的速度飞行 在2022年的珠海航展上 中国就曾披露过几个无伪隐身战斗机概念图与CG视频 加上中航文创制作的白地科幻战斗机模型 一度被外界错认为国产六代机模型 中国是美国在六代机领域最大对手仪式 已经成为了一个共识 有关中国六代机的讨论 也就不可避免地集中爆发 对于中国的六代机 外界最关心的问题 自然是这架飞机会凭借哪种性能上 达到能对现有五代机构建起代差优势的第六代水平 因为别看世界各国都在积极鼓刀六代机 生怕在这一领域上被对手国家领先 但在如何定义六代机上 各国其实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 在这一问题上 美国选择在NJ-AD战斗机上重点加强野身与无人机协同运作能力 试图将其打造成一架具备同时兼顾无人与有人作战能力 可以实施穿透式作战的综合性对空平台 与之相对的 中国显然更倾向于战机的速度与航程性能 许多公开论文探讨的都是如何在保证机体隐身性能的同时 将机体的最大飞行速度提高到2-3马赫乃至5-6马赫的高超音速领域 并追求更大的航程 不过由于缺乏足够的对比 我们目前并不知道中美两国的选择哪个更好 但可以肯定的是 比起珠海航展上展出的白地战斗机模型 论文中设想的国产六代机看似更加贴近现实 可以在工程层面上实现 但整体气动布局反而要比 没有离开常规布局范畴的白地更加激进 犹如外星飞行器 另外配合中国庞大的工业科研体系 中国的六代机研发的时间 很可能会比外界想象的更短 定型后的产量也有望达到一个较高水平